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特别合适 他也给了我很多安全感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我发现他根本不尊重我的想法 我们俩的经历特别强 所以特别想对他好 但我对他的好 他根本不灵情 总是在误解我的好意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有自己的一套理念 跟青春期的小孩一样 一不对他心思就生气 跟他在一起我很累 我脾气有时不好 这个我承认 我可能是太在乎他了 我希望他不要总是跳舞毛病 再多爱我一点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王22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 有请小王 有请 小腾24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有请小腾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 对 我们俩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经历挺像的 因为都是从小父母离异 都是在老人身边长大的 然后也挺聊得来 挺合拍的 就后来他追的我 我们就在一块了 就相似的人生际遇 对 就把你们推到一起了 对 女生是这么看 男生呢 我当时觉得女生挺漂亮的 然后个子也高 是我喜欢的类型 男生倒是很简单 这是我的菜 是吧 对 行吧 那现在谈了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 一年多了 现在面临什么困惑和问题呢 是 我觉得他个人主义太强了 而且特别暴躁一怒 暴躁一怒我们倒懂 个人主义太强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 就先说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在一起也有一年半了 但是呢 我还一直没有跟家里 公开我们俩的关系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我不跟家里公开 我就不爱他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已经一年半了 我觉得应该跟家里去公开 女生为什么没公开呢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我妈妈之前离异过 然后就感情受到过伤害 然后我妈妈一直就跟我说 男生吧 没有几个靠得住的 就是劝我 就是能不结婚就不结婚 然后我就一直就是 我也在跟他说 我说你先别着急 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肯定会跟我妈妈说的 因为毕竟我们俩也一年多了 但是他就不 他特别急 就得按照他想的 去做 然后他就 对 我跟他说了已经无数次了 就是他根本就是不去听 就是我跟他怎么说都没有用 他也不去跟他家里说 我挺不平衡的这个事 我还想得到他家里的祝福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 我妈妈也不希望我谈恋爱 都不希望我出嫁 有没有跟他说这个话 我有跟他说 我一直在跟他说 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会跟我妈妈去好好的说 然后呢他就等不及 他拿着我的手机 给我妈妈发了我们俩的合照 然后那个合照里面他有染发 我妈妈就挺反感的 然后就觉得这男生可能不太靠谱 然后就挺反对的 他一看他更生气了 他一生气之后 然后他跟我妈妈说 本来过年还想去看您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去看您了 给您拜个早年算了 等我们俩结婚也不邀请您 您说幼不幼稚 就因为当时 我去发了这张照片以后 因为他母亲也并不了解我 就直接否定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然后我就对他意识很好 我也想多多认可 然后我当时说的这些 也都是气话 我也不会说是真的不回家过年 带他去见他母亲